同学们好,欢迎来到My Calculators Classroom的Solving Cost Question 这个影片会讲解FORM1课本第119页,Self Mastery的第6题 题目说,Zoriana的妈妈给了她一些钱买Sate和OtaOta 她买了M串的Sate,5串Sate是X令吉,找钱时得到80Cent 然后买了2M块OtaOta,每块OtaOta是Y令吉,找钱时得到了60Cent 要解决这种题目,我们首先要小心题目给的数量和价钱 5串Sate是X令吉,所以我们等下算的时候需要除5 另外,因为X和Y是以令吉来计算,所以我们要把找回来的San换去令吉 现在我们来回答A,题目要我们根据需要缴付的钱写一个Algebra Expression 5串Sate是X令吉,我们就用X除5,一串Sate就是5分之X 然后她买了M串,就乘M,一共花了5分之MX令吉 她还买了2M块OtaOta,每块Y令吉乘起来就拿到2MY 加起来后,我们就拿到Total Payment等于RM,5分之MX加2MY 比如说,如果M等于10,X等于4,Y等于1.2 要我们找Zoriana的妈妈给她的钱是多少 我们先从Total Payment下手 把题目给的号码全部Substitute进去就得到了32令吉 不过还没有做完,因为有找钱 把找回来的钱换去令吉,总共就是1令吉43 加起来后,我们就得到了Zoriana原本从她妈妈手上拿到的钱是33令吉43 今天的内容就到此为止 如果同学们觉得我的影片对你的学习有帮助 请记得Like和Subscribe 谢谢同学们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我们下一个影片 我们下一个影片